李斯華這日戴著黑超和口罩現身機場 準備去加拿大拍劇 斯華說今次只會去五個星期 很快就可以回來和大家見面 多倫多拍劇 拍一個叫做Blight and Water的劇 第三季 我又是做上一季的角色 是一個殺手 但今次會做一個好人 其實應該是31號回來 但因為小鮮姐很想我回來看大結局 因為我上一次和她合作是拍第一部的《攻心計》 那時播的時候我又是飛去多倫多 但那時是讀書的 她就很不開心 為何每次播劇我都要飛去多倫多 所以我答應了她我會用我最大的能力 希望劇組可以先取消我的氣 讓我可以回來和大家一起看大結局 連搶五個星期會不會太累 現在免疫力很重要 其實我一到第二天就要立即做Fitting 但其實那邊拍劇也是很舒服的 一天拍八個小時 然後星期六日又不用開工 所以一定足夠時間休息 我是擔心我這次飛過去 現在有這樣的疫情的時候 我要好好保護自己在飛機的時間 因為去到當地的人他們不戴口罩 那他們第二天就要見我 所以我要做了保護設施 就是戴口罩 然後戴眼鏡 上飛機我們會戴帽子 那又會經常用初手液 又用了這個空氣 清新淨化器 還有我的衣服 其實本應有那些毛毛 我全部都撕掉了毛 令到不會吸菌 那希望可以最佳狀態 還有沒有帶到病菌乾乾淨淨的見人 沒有 他們沒有時間給我隔離 所以其實他們又不是很害怕 但是他們都要問完所有的問題 有問我有沒有去到這兩個星期 有沒有去到內地的城市 或者有沒有接觸過什麼人 其實我已經是 進入了一個很長的健康的問答案 其實都OK的 因為我這一個月都是在香港的 會和我平常認識的 然後我現在都是在香港的 是在香港的 比例只有要選擇 有什麼都會這樣做 進入了什麼都會這樣做 是在香港的